我们需要意识到一个事实 即每个事工都必须随着它的发展而改变 改变并不容易 但它必须发生 因此 我希望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研究这个主题 改变 跟随圣灵的挑战 所以 如果我对你说的就是我在演讲中标题所说的 改变跟随圣灵的挑战 那就说明了一切 那么 我建议我们不要仅仅为了改变而改变 或者我们不要仅仅因为有意向的人 有一些想法而改变 当我们感觉到圣灵告诉我们要改变时 我们确实要改变 我们就会做出改变 所以 让我读这个 改变是困难的 但在圣灵的带领下 改变是必须的 让我重复一遍 当圣灵带领改变时 改变是必要的 当圣灵说 以不同的方式做工 以不同的方式做事时 坚定的领导者知道 如何以最小的痛苦带来改变 请注意 我并不是说领导者知道如何在没有任何痛苦的情况下带来改变 痛苦总是存在的 但他们愿意在需要时带来改变 即使人们会抗拒 改变会导致痛苦 现在让我们回想一下 我在另一节课上所说的有关性格风格的内容 因为改变会带来痛苦 和蔼可亲的人会不愿意提出改变的建议 因为他们不想让任何人感到痛苦 但他们必须接受改变即将发生的事实 另一方面 驾驶型的人即主导驱动者 不能只一味的抹杀人们因改变而经历痛苦的事实 他们必须愿意理解 他们应对正在经历痛苦的人保持敏感 所以 第一 改变是跟随圣灵的引导和意向 改变是跟随圣灵的引导和意向 领袖们解释圣灵想要做什么 前面的领导正在向整个团队解释 然后 具有一对一 侍奉恩赐的人 在一对一的谈话中 向人们解释 为什么需要进行事工改革 这是一个关键点 这不是为了改变而改变 而是根据上帝的话语 而改变 它是根据圣经告诉我们在教会中 要做的事情而改变的 那就是传福音和门徒训练 那就是传福音 人们开始相信基督 人们在基督里长长 那是让人们明白过去发生的事情 可以由上帝的灵来处理 让我举一个我自己生命中的例子 我父亲是一个很棒的人 他是十个孩子中的老大 一位叔叔告诉我 我的祖父在第十一个孩子出生时 就杀死了他 我的祖父强暴了他的一些儿女 及我的姑姑们 当我父亲十七岁时 他是所有孩子中最年长的一个 他去找他父亲说 如果你再不停止虐待我的弟弟妹妹们 我就杀了你 这是他唯一知道保护弟弟妹妹们的方法 这给我父亲的生命 带来了很多痛苦 这引起了很多愤怒 他引起了很多焦虑 但他接受了基督进入他的生命 这就是传福音 但做门徒是把他们生命中的痛苦带给主 做门徒是把生命中可怕的过去经历 交给上帝 让上帝在我父亲的生命中处理他 有一天 一位辅导员对我的父亲说 你必须原谅你父亲对你和你的兄弟姐妹所做的一切 我父亲说 他已经死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这位辅导员说 你可以祷告 把你的怒气交给耶稣 让他处理你父亲的事情 不管他是怎样和死人打交道的 因为这是他的责任 而不是你的 所以我父亲真的做了那个祷告 他的牧师告诉我 几天后 我父亲告诉他 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我摆脱了对父亲的仇恨 所以 我的建议是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哦 人们开始相信基督 然后 不管他们生活中发生了什么 当他们诚实的对待他时 就像耶稣在科西玛尼园里诚实一样 他们把他交给基督 让基督按照他想要的方式处理 他们可以让基督 按照他想要的方式处理他们或我们 下一点 圣灵带领我们改变是为了更好侍奉 更好的传福音和更好的门徒训练 领导者传达了未来的意向 他们了解未来 当我们想到意向和领导力时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明白 传达意向是领导者的责任 他们必须愿意的说 这就是上帝的灵想要通过我们完成的事情 他们以这样一种方式尝现它 让人们开始明白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都是不可或缺的 不是单单需要我们一些人 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 领导者会沟通 他们肯定过去 他们解释了过去的价值 他们解释了未来的价值 他们也解释了为什么教会需要做出这种改变 稍后在你课下的时间 请阅读西伯来书十一章 看看西伯来书的作者 我们不知道那本书是谁写的 一些神学家认为他们知道 但我们不知道 他是如何肯定西伯来书的人 他们过去的信心 因此当我们迈向未来时 我们并不是忽视过去 我们不是在诋毁过去 因为我们明白是过去帮助我们走到今天 而我们今天的处境是因为过去 但是当我们走向未来时 我们不能被过去所控制 就是这么简单 领导者沟通和肯定过去 他们感谢过去 但我们需要走向未来 我记得有一次听一位牧师说 他生命中最大的痛苦之一 是了解到随着他们教会的成长 一些在教会和教会早期历史上 担任领导职务的人 没有能力带来 带领教会走向未来 因为现在教会变得更大了 他并没有丢弃那些人 他尊重他们 但他也很伤心 因为他意识到 他们没有领导教会 走向未来的能力 因此 他们必须持续 那个不那么有影响力的工作 多年前 爱荷华州立大学的两位基督教教授 进行了一项研究 我今天不会和你们分享他们的名字 但只是想让你们知道 他们是爱荷华州立大学的教授 拥有博士学位 他们对教会和教会中的人进行了研究 他们是这样说的 在教会里有五种人 教会中2.5%的人是创新者 他们做有意向的思考 他们不受过去的控制 换句话说 他们不会说好吧 当教会开始时 我们就是这样的 他们是有意向的人 他们正在思考未来 13.5%的人是早期适应者 他们愿意尽早对意向做出承诺 激发他的活力 并维持招募人才 现在看看这两组人 2.5%是创新者 他们进行有意向的思考 但是如果没有尽早对意向做出承诺的早期适应者 他们将会完成什么呢 两者都是必须的 但他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还有第三组教授们 称他们为早期多数 他们不领导 但他们跟随 他们是勤奋的工人 但他们需要领导 因此 这些人将是最有助人恩赐的人 这些将是具有管理恩赐的人 这些人是有鼓励恩赐的人 他们需要领导者过来说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施工中前行时需要你的方式 请注意 这个意向在34%的早期多数人加入之前 它不会实现 另有34%的人教授称之为后期多数者 他们在教堂做礼拜 但他们没有参与 他们在别处满足他们的社会需求 在美国 他们会带孩子参加体育活动 他们参加了一些社交俱乐部 然后最后一组人被称为落后者 他们不委身于任何事情 他们常常批评 是因为自己的犯罪 由于他们生活中的罪恶 而且他们还没有承认那个罪 他们到处对人发怒 由于他们生活中的罪恶 他们对其他人持有批评的态度 他们不以任何方式帮助教会 领导者必须明白 总会有一些人 总是负面消极的 现在这里有一个有趣的观点 我已经分享了这些数字 我已经与许多国家的基督教领袖 和教会领袖分享了这项研究 而且这些数据一直都几乎相同 当我说你的国家和爱荷华州立大学的这些统计数据相比如何 数目几乎总是很接近的 现在如果我和一群基督徒领袖坐在一起 他们只是抛出数目 那和做统计研究是不一样的 但当数目接近时 无论我们谈论的是一个拥有自由的国家 还是一个拥有压迫性政府的国家 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 因此作为当时的领导者 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百分之二十二点五的人是创新者 百分之十三的人是快速适应的早期适应者 百分之三十四的人是早期的大多数者 他们不领导 但他们是优秀的团队成员 只是告诉他该做什么 告诉他该怎么做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回到以佛所书第四章中 装备圣徒是如此的重要 因为许多人在我们帮助他们之前 不会想到他们有圣灵赐给他们的恩赐 或多重恩赐这一事实 直到我们帮助他们瞧望那个恩赐 然后告诉他们他们很重要 然后优秀的领导者 不受后期多数者或落后者的控制 我们理解这个比例 我们也理解他们 但是我们做两件事 对于后多数者 我们一对一的与他们交谈 我们对他们说 你明白吗 你不仅在抢夺教会 也在抢夺你自己 当你蒙恩得救时 神的灵给了你一个属灵恩赐 或一些属灵恩赐 而你在抢夺我们其他人 也在掠夺你自己 因为如果你不了解自己的恩赐 就永远不会知道服事的喜乐 然后对于16%的落后者 我们不受他们控制 但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你们总是生气吗 你们总是消极的 你们从不微笑 你们不表达主的喜乐 而你们可以为这个事工 献上一些东西 我记得当我还是全职牧师的时候 我们正在建造一座新大楼 一位女士要离开她的家 去一个老年团体之家 有一天她来找我们教会的主席 她说我想给你一些钱 用于建筑工程 她的手像这样紧紧的攥在一起 主席伸出她的手 女士张开手盖住主席的手 主席说她希望那是一千美元的钞票 但那是一张一美元的钞票 她所有的只有一美元 但作为一个贫穷的老妇人 她为这个项目付出了她能付出的一切 现在想想两千年前 你可以说耶稣很傲慢 或者耶稣知道他是谁 当你来到圣殿时 你把你的奉献放在圣殿外的盐库里 而耶稣祝贺和欢呼的人 是那些投了几个硬币的人 这不会对圣殿的预算产生任何影响 但耶稣称赞他们并谈论他们 因为他说他们是发自内心的付出 请注意 道斯曼夫人那天给我们教会主席 一美元时就是这样做的 他给了她力所能及的 而我开始公开她做的事情 是在她进入那所老年团体之家 并且不再在我们的教堂之后 我开始谈论道斯曼夫人 我说的是这个名字 他给了一张一美元钞票的事实 他给了他所能给的一切 我鼓励人们做同样的事情 尽他们所能的给予 这显然会超过一美元 我们继续看 第七对改变的抵触是一个现实 它经常发生 优秀的领导者已预计它的发生 因为他们了解这项研究 并且他们了解教会中 总会有一些负面消极的人 抵触来自于对改变的恐惧 犯罪和说是非的人 以及对失丧者缺乏看见的人 所以我们只能接受这一点 尽管他很痛苦 尽管他很令人沮丧 尽管他很不方便 但总会有阻力 优秀的领导者会评估抵触者 但不会与他们计较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优秀的领导者会评估接触者 但不会与他们计较 当他们可以的时候 他们会尽力的服侍他们 请对此稍加思考 当我还是一个年轻人 和年轻的牧师时 有一次我和一位 非常资深的牧师交谈过 他有一个很大的教会 我记得星期天大约有五千人 他说我收到一百封 来自教会里人的信 九十九封是赞扬我所做的事 但只有一个人是负面消极的 现在他夸张的说 我扔掉了那九十九个 积极鼓励的信件 我却记住了一个 消极负面的信件 他帮助我理解的是 我们必须小心 消极负面的人 我们不能让他们控制我们 所以关键是 我们评估抵触者 消极的人 但我们不与他们计较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会尽力服侍他们 优秀的领导者 在变革期间具有基督般的态度 他们不会生气 当事情没有按照我们计划的方式进行时 他们不会变得消极负面 他们不会生气 当人们批评时 他们不会变得消极负面 他们只是明白 他们将会像基督一样 他们会推动教会前进 敬虔的领袖知道 改变可能是成败攸关的事 如果人们不接受改变 或者我们没有实现目标 一些人就会批评我们 因此改变教会的方向 改变我们事工的方式 改变教会的理念是必须的 但这并不容易 领袖 敬虔的领袖 有一颗仆人的心 他们也有仆人的态度 敬虔的领袖是领袖 但他们不是独裁者 我不能不强烈地说明这一点 敬虔的领袖 有一颗仆人的心 他们有仆人的态度 他们从不独裁 他们正在解释 为什么我们要做出这种改变 因为上帝建议这样做 上帝告诉我们 需要做出这种改变 敬虔的领导者沟通 解释更新 改变是如何发生的 这个非常重要 教会不是军队 教会没有将军告诉营长 告诉连长 告诉班长 告诉士兵该做什么 教会就是教会 敬虔的领袖会沟通 解释和更新 现在想想这个 让我们假设 我们能很快理解事情 但这个人理解事物的速度 不是那么快 那个人理解事物的速度 就更慢了 如果领导者是 是在实践黄金法则 那么他们就会明白 他们必须与三个不同的人沟通 他们具有三种不同的态度 具有三种不同的理解事物的能力 通过活出黄金法则 伟大的领袖 敬迁的领袖 明白如何将改变 传达给教会 敬迁的领袖 愿意遵守 并活出黄金法则 再过几个月 我女儿就五十岁了 我还记得四十八年前 当我第一次拉着她的手 教她走下台阶时 我教她左手扶着栏杆下楼梯 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我女儿当时两岁 她花了一段时间才明白这一点 现在我女儿快五十了 她是一名拥有硕士学位的辅导员 她告诉我该怎么做 她告诉我该怎么想 但是当她还小的时候 我放慢了速度 如此她才能听得懂 教会敬迁的领袖 明白人们会在不同的时间 以不同的速度理解事情 此外圣灵建造房屋 领导者明白这一点 领袖被神使用 但建立施工的是圣灵 领导者是他的器皿 领导者解释改变 以及改变需要发生的原因 敬前的领袖明白 当我们以尊重和以黄金法则 对待人们时 圣灵会改变人们的想法 最后一句话 是让我们以谦卑明确的目标 勇敢和怜悯的心一起服侍 再看看我用的第一个词 让我们一起谦卑的服侍 我们从耶稣所在楼房里的那段时间 看到了耶稣基督生命中的什么呢 谦卑 他有目标 勇气和怜悯的心 但他很谦卑 他把荣耀归于天父 而不是他自己 了解意向和任务 并以仆人的心态服侍 好 让我们渴望将荣耀归给上帝 父啊 请帮助我们明白 当圣灵带领我们 并带领我们的教会 和我们的事工 走向未来时 改变必须发生 帮助我们成为 以怜悯的心领导 以黄金法则领导 也以信心带领教会 和我们的事工 走向未来的仆人和使女 我也围着我们在一起的 这一节课 献上感恩 我这样祷告 是奉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